回家 不过俗话说呢 世界上没有求女人 只有懒女人 美容专家就说 勤加保养就能够让你拥有美丽的肌肤 但是保养产品琳琅满目 程序相当的复杂 让不少女性朋友都觉得很头痛 所以东山新闻就请来呢 由美容界教父之一的牛儿老师 一边讲解基本的保养步骤 一边来亲自的示范 哈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Lillian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请来了台湾的保养教父 牛儿老师为我们讲解 从夏天转变成秋天的时候 要如何做好保养的工作 可是呢保养产品这么多 所有女性并不是最清楚 应该如何使用这些产品 那么今天牛儿老师 将会手把手的教观众朋友 如何做好每一步的秋冬换季保养 那么首先就要从洗脸之后的第一步 使用化妆水来讲解 牛儿老师将会告诉大家 如何利用小小的一块化妆棉 让我们的保养效果达到事半功倍 我会建议大家呢化妆棉呢 尽量挑选呢这个厚度呢比较厚的 厚度比较厚的 因为呢它有足够的这个吸水保湿力 就可以加强我们的肌肤呢 瞬间呢吸收大量的这个水分 然后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化妆水呢 充分的浸润在化妆棉上头 将被浸润后的化妆棉从额头开始由内而外 由上往下的开始擦拭 带过双颊和脖子 达到再次清洁的效果 并特别加强容易出油的梯子部位 再把化妆棉反过来轻轻拍打 以此加强保湿 好的在使用完化妆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擦上乳液 但是乳液和其他保养品有什么不同 又有哪些功效 我们请牛儿老师来告诉我们 那乳液的好处呢就是说 它是介于这个面霜跟化妆水中间的这个质地 那这样的质地呢 它的吸收比较快速一点 那同时呢 它又可以形成我们肌肤的保护膜 所以加强还原你肌肤的一个正常的防御 那又可以维持这个保湿一定的时间 其实呢除了乳液之外 如果女性朋友在秋冬的时候 感觉皮肤特别的干燥啊 搔痒之外 还有我们的深层修护的精华液 也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分子更小 可以更加深入毛孔 得到更好的滋润效果 究竟如何使用 我们来请问一下牛儿老师 因为保湿的精华液呢 它最好的这个部分就是 它含有比较浓缩的玻尿酸的成分 所以呢它在吸收 大量的这个水分子方面呢 就扮演很好的角色 不过在秋冬的时候呢 空气中的水分特别的低 所以要如何让精华液当中的成分 可以长时间的锁在皮肤里面 也是一门学问 那么牛儿老师就介绍了 其实观众朋友还可以考虑一下 类似面霜的产品 特别是有样特殊配方 牛儿老师想要告诉大家 那这个妈宝霜呢 其实它是因为配方的关系 我们特别针对比较脆弱的宝宝的肌肤 跟妈妈呢 在怀孕的时候 或是生下小baby之后呢 它的肌肤已经有偏向首领的一个状态 跟干燥的状态所设计了 讲到牛儿老师就会想到晚安动模 是牛儿老师十几年前的一种创意发想 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听听看他自己解释 因为当时我认为呢 大家都很喜欢很喜欢敷面膜 因为面膜呢 它有神奇的效果 短时间之内呢 就可以让你的肌肤呢 缓然一新哦 那可是呢 面膜呢 它必须要洗掉嘛 所以它也会让你觉得 使用上呢 不是那么的方便 再加上呢 你可能是每周才需要特别使用 一到两次的面膜 那要天天使用面膜呢 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呢 我就创造了这个晚安动模 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 即使八小时的时间呢 就好像你敷了八小时的面膜般的效果 其实晚安动模也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别 从白玉兰到红艺人到茶树精油 各种都有 那么牛儿老师也说呢 如果可以灵活运用 一定可以达到更好的保养效果 那么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集中介绍 抗老的保养程序 大家不要错过哦 我是莉莉 谢谢